但您掌握我们吃的安全啊 在环保署跟检井缤纷有12路 搜索了桃园厂新公司跟七家关系企业 主要就是他们传出用重金属来当饲料 而且就在现场查获了部分工业用的硫酸酮等重金属 而据了解流入鸡猪鸭鹅的动物饲料当中 很可能这些都被吃下毒 环保署以及检井人员缤纷12路 调查搜索桃园厂新公司以及它七家关系企业 查获硫酸酮等重金属流入猪鸡鹅鸭等动物饲料里 对它这个汇气物收集有害汇气物 再利用的这个处理量产品量 还有相关的它的这个产品的流向 我们做一个强烈的激差 我们的销售对象我想也蛮多家的 这边是不是一一都是我们公司会去马上去澄清 推特自己不清楚产品流向 但环保署发现已经有部分工业级的硫酸酮流入了动物饲料里 一般来说饲料级的硫酸酮算是动物的营养补给品 猪鸡吃辣会头好壮壮 但工业用的硫酸酮就怕会有重金属铅的残留 动物吃了会生病 人在吃这些动物也不太好 人会造成猪跟鸡的心脏血管疾病 人吃了这些猪跟鸡 最重要是90%的这个铅都累积在这骨头里 专家说吃肉没关系 但是别吃这些问题猪鸡鸭鹅的骨髓或者是大骨汤 要不然在这段时间多吃些小鱼干等等的高干食品 也可以减低千对人体的危害